大家好,客户叫我过来看一下看 说这里一排水龙头是冷热水的 以前这个水龙头是没有安装热水的 现在到了冬天,他们从隔壁的太阳人上用蒸药泵打水过来 张到这个水龙头上的 说这种有了热水以后,这里面的水就变得特别的奇怪 怎么个奇怪法 这里冷热水的水龙头,放出了水,要不然就是热水,要不然就是冷水 反正怎么调都调不到你想要的温度 有些地方明明是没有热水管的,但放出来的水是热水 现在我把这个水龙头打开了,这里放出来的水是热水 现在我们去别的地方看一下看,这个地方是没有热水管的 但他们说放出来的水是热水,只要那边放水放出来的热水 这边看到也在水是热的 他们说就是这个水龙头 这里是没有热水管的,只有冷水管 时间久了,这里的冷水也就变成了热水 所以他们搞不懂,为什么这里没有热水管 放出来的水也是热水 现在我把这个水打开了,我们看一下看 因为他们这个水是从这个机器的,所以是不能有热水的 那边的冷热水水龙头已经打开了,那边放的是热水 现在摸到这里是有一点点温热 因为时间现在也不是很长 那我们现在关掉去水龙头那里看一下看吧 现在这里放出来的水是热水 现在这看都能明显的看得出热水的烟雾 我们把它调小一点看 看看热水会不会跟着小一点 现在我把它调小一点的,我们把这个水放久一点 看看那个水会不会变冷 现在用手摸到这个水温还是跟眼泪差不多 我们看一下它下面的水管 我们再放时间久一点看 现在放了一段时间 看到这个水温还是跟眼泪一样 根本调低也起不到多大作用 看到没有 那水头里面都冒到那个白烟 温度还是跟眼泪差不多 我们看一下它下面的水管 它这里有三根水管 左边的是冷水 中间的也是冷水 是11点用的 然后最右边一根是热水管 它这一排有三个水头 是共用的一根热水管 现在我把这个热水关掉 看一下看 现在我把热水已经关掉了 我们再看一下上面的水头 还有没有热水 它这一排水头 和里面那一个机器用的水头 是共用的一根冷水管 我现在用手摸一下看 这里面还是有热水 不过比年类凉了一点 但是还是有热水 不过现在隔壁的水头 他们现在在用热水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把热水关掉了 它这里还有热水 而且那边没有张热水管 它那边时间久了 也放出来的也是热水 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啊 把热水关掉还有热水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估计和这个水龙头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一排 它们共用一根冷水管 和一根热水管 这种水龙头 应该是属于是低压水龙头 因为它们的热水是从别的地方 用蒸压泵直接打过来的 可能是这种低压水龙头 控制不住 那边用蒸压泵打过来的热水 压力过高 这个水龙头它控制不住 现在旁边两个洗头都在用热水 这种低压水龙头它控制不住 高压热水 所以把热水缠到冷水管里面去了 虽然这里已经把热水关掉了 冷水管里面缠有热水 所以你这里不管怎么去调 它里面都是有热水 包括那一个房间 它那里是没有热水管的 也变成了热水 我们现在把这个水先关掉 我们把这种水龙头把它放掉 把它放成家庭用的那种 普通的冷热水水龙头 那种水龙头是可以 承受这种压力比较高一点的 我带了几个这个普通的水龙头 来试一下看 这种就是我们家庭用的 洗菜盆用的那种冷热水水龙头 我们把它粘上去试一下看 看有没有用 大家看一下看 这就是我们家庭用的 普通的洗菜盆的水龙头 这种水龙头是可以 承受压力比较大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旧的水龙头 把它拆下来 这种是实验用的低压水龙头 现在这个水龙头下面 我已经把它拆掉了 我们把它直接把它拔上来 就可以了 先把这个水龙头 我们先放到这个边上 我们现在把这个新的水龙头 把它粘上去 试一下看 现在这个新的水龙头 把它粘上去了 现在还有中间一个没放 我们马上也把这个中间一个把它放掉 现在所有的这种水龙头都放掉了 我们把水打开来试一下看 现在开的是热水 现在用水摸到是热水 我们再把它水温调低一点 试一下看 现在调低一点 再用水摸一下看 现在水温是降低了一点 我们再调低一点看 打到中间 现在摸到这个水是 凉水 我们再把水龙头打到热水这一边 现在摸到是热水 目前这样测到是可以控制住冷落水的 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个水龙头出现这样的原因 是不是这个水龙头的原因 这种水龙头是属于低压水龙头 它控制不住 属于窜水 万能的朋友们 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高见的话 请在评论区留言 大家共同探讨电工方面的知识 这一排水龙头都放好了 让他们先用一段时间看后面 还会不会出现年类那种情况 好了朋友们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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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